那个师父是这么回事 黄小卷 那黄姨 黄姨 她这个儿子和儿媳妇 一会儿要上安家来看看 你说我就怕这黄小千 那个得胡烈烈 我说我妈一着急烈烈不出来 俺俩就得找一个回烈烈的来 二姑姑 你不是传说中 乐乐界的高手吗 那 要说乐乐 没谁了 黄叔 老爸 找我你就找对了 那我听明白了 今天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 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 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 我告诉你 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 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 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 所以说 今天人家客人来了 你的举止言谈一定得注意啊 二姑姑 你放心吧 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 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 那我就上去了 我跟你说这孩子这会儿 可处了大力了我也 一许没睡给俺俩累毁了 那个汗还痴痴了还躺了 还骂孩子 剪辑我 剪辑我 我可特别累了 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怎么了 一股海鲜大排档的味儿 你跟街坊邻居这么说行啊 你跟人家客人 第一人家听不懂 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啊 我怎么学话有档次 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 我这不是郑重了普通话吗 有我天哪 你这还是普通话呀 你这样我给你提个醒 你看过话剧没有 话剧 我看过 行 王老师 就这么说话 还有啊 人家客人来了以后 人家不管提出什么 刁钻刻薄的问题 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 俩字 好的 怎么都是好的 问你们 你们不回答不要紧 看我 我来回答 明白不 好的 家里有人吗 来了 准备 这个阵势好像不对 来 请进 请进 请问 王光明先生家是住在这里吗 不是 走错路了 你啥呀 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 来了 我就是王光明 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 等同学都贪恋爱以后 我就是隔壁老王了 爷爷 你这名起的霸道 俩名言 行了 起 欢迎 欢迎 热烈 欢迎 要不要换血子 不用 不用换血 谢谢 谢谢 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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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右来点 往左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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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十六来 进 往左来点 进 进 你听 你俩在这倒车呢 你俩在这倒车呢 什么玩意呢 这是 我说有点不得意 你怎么叫这个 你好 哟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 你俩还真看错了 哎呀 王叔 你好 你好 哦 王叔叔 雷狠 雷狠啊 是 雷得好疼啊 王叔叔 你是学话机的吧 哦 听不来了 王叔叔 你好 你好 我是黄小娟儿的儿子 蓝小娟儿 他就在紧张了 我媳妇是蓝小娟儿 我是黄小娟儿的儿子 我叫黄君 哎呀 你不逗你 你好 你好 一点国理不成敬意 哦 谢谢 矿泉水啊 咱家有 这可不是一般的矿泉水 这是我妈专门从杭州西湖 带回来的 专门沁龙井茶的井 嗯 啊 水 我以为高铁送的呢 哎呀 请坐吧 请坐 请坐 你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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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坐 请坐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王光明老先生 王叔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是他二姑父 哎呦 那您是大辈儿 姑爷也好 哎 好 不是 不是 他是我二姑父 那你是谁呀 那弄错了 啊 这是个孙子 哈哈 对 没毛病 哎呀 你们家还有孙子了 我怎么没听说过咧 啊 哎 这位蓝女士 我冒昧地问一句啊 啊 听你的口音 好像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吧 啊 没误会了啊 昨天晚上我媳妇吃串把舌头烫了 能不能好好说话 王叔啊 不好意思 来得太冒昧了 应该给你打个电话 哎 打啥电话啊 一打电话我们不就有准备了吗 不打电话 来个突然袭击 你看我们家多自然 是挺自然 既然刚才我老公这么介绍我了 那我也就不搂着了 我们来这家子之前呢 我婆婆呀 把你家的情况啊 基本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是是是 但是 这个谈恋爱的女人呢 这智商基本就是零 所以呢 我们不能听她老人家一面之词 我们得亲自来看看 对应该的 当儿女的得替她摆好最后一关 是吧 这房子多大呀 这个房子是130平米的 够用 对 哪屋朝阳啊 那屋 那屋 这王小倩住那屋 好 搬过来救助那屋 哎呀王鼠啊 这房杆证写的是王光明哈 不是 是我王小倩 带过来 哎 二姑夫有意思吗 她要改我房罩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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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的 哎 咱家就是一套房啊 还有个窃库 啥 还有个话具 不是那个 还有个车库可以排话具 对 哎呀还有车呢 啥台子的呀 卖了 卖了 对啥呀 啊 当初我够这个房子的时候啊 要付首付款 可是 钱不够啊 你不卖欠能行吗 你现在就是扯了洞墙不细墙的事 我说多了 好 哎那个没没事 我我王叔的意思啊 就叫资本运作 啊 对 你准 是 那个王叔啊 你一个月退休金挣多少钱呢 我说吧 王叔啊高级工人 退休以后啊 国家给他开三千多块钱工资呢 哎呀妈呀三千多呢 那也太少了 啊 这一个人挣多少钱吧 就代表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哎呀 王叔可这本事可不小 人家可不光指着这三千块钱的退休金 那这 哎 还是我公司的股东啊 对不对 哦对 他开公司一般都股东我掏钱 那这么说王叔你是拿分红的呗 对分红 分红 哎呀分 你等会吧你 什么时候给我分过红 我不跟你说年底分红吗 你哪个年底也没给我分呢 你哪个年底也没给我分呢 我哪个公司开得过年底啊 股东 股东 好 这个事啊 也差不多了 对对对 我们都了解的还可以了 咱们说点 行 好 他怎么回事啊 我哪个人都来说到哪里 还差不多了呀 还好多没问的呢 哎 那个孙子 哎 哎 哎 那孙子 哎 叫你呢 哎 哎 孙子 你多大啦 25 对了 你都25 那你该成家立业 另一门户了 不行 我离不开他 对 他们相依为命的 我爷说呀 我翅膀还没长硬的 除去怕呀 被人给灭了 那你天天都干点啥呀 吃饭 睡觉 玩 睡觉 吃饭 玩 哎呀 你个吃闲饭的 还挺骄傲 那我们要是 嫁过来之后你住哪儿啊 住大屋啊 那屋我婆婆住 住小屋 那屋我不住 住客厅 住车祸 我们带车来的 除去住行不 我除去住行不 行 爷爷 他们不是来考察的 是来清理门户来了 二姑姑 你说着他吧 他把我撵出去 好的 这都没问题 只要老人担心 老人能够顺利地在一起 这都不成问题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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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屋挺大啊 它收拾得挺干净的 这么大的面积 平时都是谁打扫卫生啊 哦 不会是等着我妈来打扫吧 这他说啥呢 说哪儿去了 现在家政服务都多方便呢 好好好 终点工 小施工 保姆 谁叫谁到 我来啦 老王腿 老王腿 这是来客人啦 这位是 保姆 啊 师傅 这叫我啥呢 岳母吗 对对对 是这回事 老王腿啊 你看看 我给你买个背心 你穿上看合适不 哎呦我的妈 你是倩也不冷 你给我个背心 干什么 哎呀 你不知道啊 昨晚你说我睡觉 就做了个梦 梦见你呀 娶个老伴 那儿子媳妇都来了 尤其那媳妇啊 可雕琢了 把你身边的人哪 都撵走了 就剩你一个光杆四令 还不给你穿衣服 你站在两家床一顶 那我说的 我老呢 好好好 看 我现在现实也来不得起来 我就赶紧上商店给你买一下 快穿上看合适不管 你 穿上 哎呦 这位阿姨 王叔 跟你关系不一般呐 啊 做梦碰电梯着你啊 啥意思啊 哎呦 这孩子说的 我不电意他 谁电意他呀 穿上 穿上 什么嘎 你们家条件不好我不介意 可是你跟阿姨这个关系 我们很介意 不是不是 我 我 我妈从小把我带大不容易 我在他晚年一定不能惹人伤害他 走 哎 对对对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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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他们是谁呀 我说你什么人家是皇阿姨的儿子和儿媳妇儿今天是来考察王叔的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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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背心人 哎呀 我的妈呀 我是不该来啊 你可可 哎呀 孩子们呢 那个对不起 对不起 误会 误会了啊 他就是我们隔壁老王 那啥 全世界人都能证明啊 俩啥事都没有啊 我走 我走行了吧 哎呀 我走 站住 你 好的 马上我就让他走啊 跟他一块走 是我咋去了 我也看出来了 这家有你就不消停 你走 好的 好的 马上走 等会儿 怎么着 走出把这孙子也烧上 好的 别哭 别哭了 以后咱俩俩相依为命 我就是你爸爸 爸爸 我就是你奶奶 奶奶 走 站住 站住 谁也不能走 都说老人应该有爱情 但儿女的表面上都同意 跟他看看 两个老人弄一块 可以做男的 孩子 你爸爸 回家给他妈说个信 你就说 我挨他 我说的是信这话 我跟你说 我不但挨他 我还有别的挨呀 我挨我孙子 挨我邻居 我爱钱身份 这我没想到 我不能因为我要乘一个架 把这个架拆了吧 回去啊 再好好想一想 实在不行啊 王叔 你这个决定是对的 天侠何处不芳草 啊 我家过去 你是不是 好的 哎呀王叔啊 其实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呢 对 谁的家也不用散 啊 其实我们今天来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造访 没想到你们全家都 这么自然 我们就自然而然的 提了几个不自然的问题 你们话剧还演得那么好 那我们就配合你们演呗 其实啊 只要王叔你人好 我们哪 没意见 没意见 哎呀 太好了 哎 快点 去啊 赶紧上门口的饭店 订个最大的包件 好的 老板 要老饭 叫老饭去 快点快点 回家 跟他骂 叫来 咱们一块吃突然饭 好嘞 好 好吧 孙凤儿 你看家 往上往上 回家 你刚才说爱我是真的假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下话呀 我不但爱你 我还信任你 什么呢 这么大个架叫你看 多信任呢 是不是呢 哎 我爱你 好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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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